注意看,我手中的这个粉是来自新疆的一种草 当地人用这种草的枝叶涂抹自己的眉毛 这样做,可以让眉毛长得粗 嘿,亮 这种草就是乌斯曼草,也叫乌斯曼生梅草 维吾尔族称,它是毛发的粮食 今天我们就用这12种草本加乌斯曼草粉 来做个养发护发的好东西 清洁头皮的无患子,皂角 一起倒入砂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 把天然的植物造素熬煮出来 养发护发的侧柄叶,控油清爽的薄荷叶 桑叶,强壮发根的河手屋,当归,墨汉莲 千里光,女真子,透骨草,熟地黄,桑白皮,苦丁茶 这12种都是养发护发的天然植物草本 大火煮开,转小火慢熬,直到汤汁变得很浓 取出我们浸泡草本90天的山茶油 你看这浓郁鲜亮的颜色,满满的植物草本能量 清洁起泡的椰子油 养护受损发质的芝麻油 饿力油,把熬煮好的草本浓汤过滤出来 加入适量残碱,搅拌融化 把植物草本浓汤倒入油脂中 手工搅拌30分钟 搅拌得越充分,造液越细腻 倒入乌丝麻草原浆,滋润的山羊奶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入魔了 天然的植物草本,没有多余的添加 不刺激头皮,不影响毛囊生长 用植物的成分养养头皮,养养头发